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 我是Cat 美國總統拜登 本月較早時候宣布 對中國產電動汽車徵收大規模新進口關稅 加拿大也正在對美國的這項政策進行研究 最後承諾會在加拿大仿後美國的做法 據加通社報道 目前中國品牌在加拿大電動汽車市場上 並不佔主導地位 但因為Tesla將它為加拿大生產的汽車 從美國轉移到上海 去年加拿大從中國進口的電動汽車數量激增 目前Tesla佔加拿大電動汽車市場份額的近三分之一 這個令中國僅設於美國 已經成為加拿大電動汽車進口的第二大來源國 達到28億元 加拿大汽車製造商協會表示 中國電動汽車製造商 已經在歐洲取得巨大進展 下一步將會將目光投向北美 加拿大汽車製造商協會主席 布萊恩·金斯頓 在接受採訪時表示 他並不主張加拿大特別匹配關稅 因為他注意到中國報復的風險 但他也認為加拿大 不能與美國步調太不一致 金斯頓說 我們的政策始終要保持一致 美國總統拜登在5月14日提出動議 將美國對中國製造的電動汽車 徵收的進口關稅 提高4倍 達到百分之百 他列舉了中國政府對中國電動汽車製造商的 不公平補貼 他還將對一長串其他中國產品 加徵關稅 包括太陽能電池 計算機晶片 醫療設備 和鋁磁子電池 目前 加拿大對中國製造的汽車徵收6%的關稅 但購買電動車 可以享受高達5,000元的聯邦退稅 自美國採取關稅措施以來 加拿大總理杜魯多 工業部長雙鵬飛 和貿易部長吳鳳儀 都曾表示願意施加關稅 但他們都沒有承諾會仿後美國 5月21日 杜魯多在費城 和美國副總統賀錦麗 在國際服務僱員工會大會 間隙會面後木記內說 我們正在密切關注美國人的行動 據杜魯多的工作人員表示 經濟聯繫和供應鏈 是這次會談的一個重要部分 近年來 加拿大和美國一直在調整其電動汽車產業 包括關鍵擴產 電池和電動汽車製造本身 加拿大對電動汽車產業進行了大規模投資 僅在過去兩年中就投入了300億元 為斯泰特蘭、斯特蘭特斯、大眾和本田 建造電動汽車電池和汽車生產基地 此舉很大程度上是為了阻止中國 對北美歷史悠久的汽車工業造成衝擊 該行業佔美國經濟的近百分之五 在加拿大佔百分之二以上 近一千萬美國人和50萬加拿大人 直接或間接受僱於汽車行業 展望未來 電動汽車在汽車行業中的比重將會越來越大 加拿大規定到2026年所有銷售的汽車中 必須有五分之一是電動汽車 到2030年必須有五分之三是電動汽車 到2035年必須達到百分之八 2023年全電動汽車和插電式混合動力汽車 佔加拿大新車註冊總量的近百分之十一 高於2022年的百分之八 美國希望到2032年其新車銷售量的三分之一為電動汽車 但與加拿大不同的是 美國並未強制要求電動汽車 金斯頓說 目前加拿大的工業政策 在很多方面與美國脫節 包括強制銷售電動汽車 他希望看到這個強制令中止 但他表示加拿大目前的工業戰略 並不關注電動汽車的生產地 雖然中國汽車公司 目前並沒有在北美銷售電動汽車 但由於同類電動汽車價格便宜 因此在歐洲的市場份額大幅約升 中國上汽名著MG4電動車 在德國的起價約4萬2千加元 而類似大眾的ID.3電動車 起價近6萬加元 2022年中國汽車品牌 佔歐洲電動汽車市場份額的4% 而2019年還不足0.5% 歐洲暢渡組織交通與環境的分析表明 今年中國電動汽車在歐洲的市場份額 將達到11% 到2017年將達到20% 去年10月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 啟動了對中國電動汽車補貼的調查 以其徵收進口關稅 馮德萊恩在今年3月表示 公平競爭是好事 但我們不喜歡的是 中國大量補貼的電動汽車 充斥我們的市場 我們必須解決這一個問題 我們必須保護我們的產業 金斯頓說 在中國電動汽車進入加拿大市場之前 加拿大應該考慮對中國的電動汽車補貼行為 進行反傾銷調查 中國電動車靠政府補貼 以低價傾銷至歐美等數十個國家 影響當地市場競爭 過去十幾年來 中國電動車巨頭 比亞迪股份有限公司 獲得到中共政府近68億人民幣的巨額補貼 它獲得的各式補貼花樣白出 令人目不下級 這個亦成為比亞迪在國際上 進行不公平競爭的底氣 目前比亞迪的汽車 私往近60個國家 尤其是歐洲 去年比亞迪是全球首間 通過混合動力車 和電動車總產量500萬輛的製造商 該公司還為Tesla BMW Mercedes-benz 和Audi等 世界領先製造商提供電池 如今的中國車企 正大規模進入西方市場 財新網旗下的 專注於金融市場 和經濟分析的公眾號 《槓桿遊戲》 曾發文說 過去十年來 中國新能源汽車一直獲得高額補貼 而比亞迪汽車獲得的補貼金額 實在有點大 引起了坊間熱議 上述文章對比亞迪汽車近年獲得的補貼 做了系統梳理 得出的結論是從2008年到2022年的15年間 比亞迪汽車總計至少拿了各類補貼 補助共計約67億8400萬元 而每一年的各式補貼總類販多 金斯頓說 加拿大不需要立刻像美國那樣徵收關稅 但應該做好準備 如果情況有變 也可以這樣做 他說 我們絕對需要為中國電動汽車的激增 做好準備 我們應該確保在不得不提高關稅的情況下 我們有開關可以拉動 以上節目內容 吹才智大紀元記者 黃蘭、方曉綜合報導 本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的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